生命中的许多东西,是可遇不可求的,刻意强求的得不到,而不曾被期待的,往往会不期而至。 人一辈子,你得信这一条,留得住的不需用力,留不住的不需费力,感情上有很多人总是假装近视。 多少擦肩的缘分,只意得不到珍惜而悄然离去,不懂珍惜,不配拥有,有时候学会放手,放过那些得不到的,也放过那些不属于自己的,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成全,真正属于你的,无论是人还是物,就算绕地球半圈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。 那些不属于你的,就算是双手握得紧紧的,弹开依然是空气,所以,得不到的别场球,不属于你的别把流。 一些得到,不一定会长久,一些失去,未必不会再拥有,再没有其他事情能比爱情还要让人纠结,再没有其他事情还比爱情值得人珍惜。 喜欢的人不一定要得到,是因为喜欢并不是与得到是同等则意,喜欢是让对方过得比现在幸福,对方幸福变开心,自己就知足。 所以,喜欢,是要让对方幸福,一头热的心,谁也伤不起,没有回馈的情,谁都得放弃。 留不住的沙,何不随手揽了他,放不下的人,就努力别去牵挂,人都有底线,岂能别见他? 心都有诚恳,岂能被玩耍,爱情也好,友情也罢,宁可高傲的离开,也不卑微存在,宁可笑着放弃,也不哭着拥有。 是自己的我们要好好珍惜,如果命力注定不是自己的,我们也不要强求,我们要好好的活好当下,追求人生中有意义的事情, 而不是把时间浪费,在一个心思,根本不在你身上的人,离开他吧,别的死心塌地了,自己的人生路还很长,或许真正属于你的那个人就在不远的前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